我们认为品牌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而且需要持续的过程 那希望透过这个品牌建立的过程来传达我们企业的核心价值 然后更贴近消费者的需求来提升我们整体企业的形象价值 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呢 其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而且持续的投资 所以在很多的效果上面来讲 它其实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看到效果 在资源上面呢其实我们也必须要得到内部跟外部的长期的一个支持 才有办法继续做品牌下去 那对威刚而言呢其实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在产品的这个differentiation 差异性上面来讲还有价格的这个竞争力上面来讲 我觉得威刚的这个表现都还不错 但是在品牌上面来讲尤其是现在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一个社会 其实大家的这个规格价格也许都是非常竞争力的 这时候其实就是品牌来做最后的这个胜出 来作为消费者选择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衣归 所以我们认为呢在这个时候品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我们目前能够在做差异化上面能够胜出我们的竞亭的一个最好的武器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像我前面讲 它是一个长期而且必须要持续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在很多效果上面来讲 它并不是一触集成马上可以看到成果的 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内部的资源还有外部的资源 大家一起努力在这一条路上一起努力一起打拼 然后让它的成果能够慢慢的呈现出来 我们希望在短则三年五年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好的成果 威刚参加这个品牌台湾的计划 从参加以来其实我们得到非常多的帮助 包括从工业局 包括从我们的品牌顾问台湾电通这边 其实我们非常更了解了这整个品牌台湾的一个步骤 一个历程那我们得到这个我们的工业局还有台湾经纪院的这个伙伴们 非常大的帮助与协助 那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在于呢 其实透过这次品牌台湾计划的这个专案 让威刚的品牌其实更上一层楼 它让我们从内到外整个DNA又做了一次的转变 包含我们的客人 我们的业务 我们的经销商 我们的end user 都感受到威刚和木一新的这个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参加这次品牌计划最大的收获 而另外呢 在实质上面来讲 其实透过我们这次数位的这个pampan 其实我们把品牌的活动 结合了local的促销计划 那其实很能够帮助我们的业务或是代理商 让他们更有感的发现 原来品牌计划是可以有效的带来我的业绩的成长 帮我这个价值提升 让我能够卖出差异化 所以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品牌台湾第二期的计划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计划能够持续下去 继续帮台湾的企业加油 走出台湾 走到全球的市场去 谢谢